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秋佳节来临之际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 于8月27日在爱尔蒙地市太平洋广场 隆重举办庆祝中秋联谊会 即向华文媒体致敬表彰大会 活动由李嘉碧和林旭主持 100余人参加活动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王岐领事 蒙特利尔公园市前市长林达坚 亚凯迪亚第三驱使议员候选人王爱玲 也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南加华联主席陈慧毕首先致辞 祝福大家中秋快乐 健康平安 欢迎和感谢所有参加者和支持者 特别是王岐领事 亲临现场与侨胞深入交流 带来了总领馆对侨胞们的节日问候 体现了总领馆对社团的关心和支持 南加华联是一个团结充满活力的群体 今年以来在抗击疫情的同时 举办华人华侨春晚 受到了秦刚大使高度评价 在南加华人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反响 同时美国内蒙古总商会 美国梅拉诺演义与英龙传媒 举办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活动 弘扬华夏传统文化 广受好评 今天我们南加华人社团联合会八十几个会员 在我们的常委宣国军董事长的会所 也是在我们丽莎成老师的教室 举办一个庆祝中秋的联谊活动 以后我们每一个月都会举办走进会员的联谊活动 那么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题 就是特别感谢在疫情以来 然后我们的媒体朋友 对我们社区的贡献 和对我们所有社区的新闻报道 祝各位中秋愉快 我就是想衷心感谢当地的华文媒体 对我们桥界的几重重大贡献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华人社团分享信息 我每天都看 看看各个社团还有桥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个就是把美国主流社会的信息 翻译给大家看 第三个就是你们的报道和图片 被国内所采用 增加了我们和国内的沟通和联系 所以贡献非常大 因此我们特别的感谢和表彰记者 向华文媒体致敬 假节到来之际 感谢华文媒体 尤其是洛杉矶的各位媒体朋友 多年连对美华联的大力支持 在这里我祝大家中秋花好月圆 人团圆 家团圆 事事顺心如意 南加华联在这里举办相聚 庆祝中秋节的活动 我们这个平台就等于说 大家是回到我们的老家了 在大家一起欢聚中秋节 联谊会上 总领馆王岐乔务领事 南加华联荣誉主席张素九 理事长郭颂 共同主席团主席林连练 监事长赵林 蒙特利尔公园前市长林达坚 以及南加华联所属的各大社团代表 也纷纷发言 王岐领事在发言中表示 只要我们心中有祖国和家乡 为中美之间的友好交流 合作尽一份力量 就能够达到天涯共此时的境界 他肯定了南加华联在各个领域 做出的突出成绩和贡献 并代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祝各位侨胞中秋节快乐 花好预言人团圆 也祝八月份的寿星们生日快乐 同时 他对本次活动表彰媒体记者的主题高度赞扬 也代表总领馆向南加的华文媒体记者 表示节日祝福和问候 我呢也在这里呢向大家致以敬意 那也希望大家今后呢 能够继续的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 把我们的声音呢更多的向对外呢 去传播 促进我们中美之间的文化各个领域的交流 促进我们的交流合作 本次活动的主题之一 就是向华文媒体致敬和表彰 共同主席团主席 林连连代表南加华联提写了奖杯的贺词 妙手助文章 敬业或赞扬 采访社区是新闻刘美铭 南加各大华文媒体 共有20名记者摄影师获得表彰并颁发奖杯 资深媒体人卢威代表获奖记者发言 感谢南加华联对华文媒体工作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并将以此为动力继续做好社区新闻报道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爱尔蒙地市采访报道